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謝祖位在訪明 感謝主耶穌的帶領 讓我們在神赦福的安保聖日 讓我們在神赦福的安息生日 讓我們走來到神的面前 讓我們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用拜提電的真心 敬拜天上的真神 領受恩典和福氣 領受恩典跟福氣 我們走來學習聖經神的圍意 我們一起來學習聖經神的話語 我們讀金的進度出埃及記已經要完結束了 我們繼續來讀立位記 所以在利用今天安息日的時候 我們來對立位記有一個簡單的食材 我們來對立位記有個簡單的認識 我們對出埃及記的故事非常熟悉 我們對出埃及記的故事非常的熟悉 其實一般我們對立位記都覺得非常的熟悉 但我們對立位記會覺得很遙遠 因為裡面所說的都是憲罪的事 裡面所談到的都是獻祭的事情 和一些宗教的規矩 和一些宗教的規矩 他對我們來說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一方面他們對我來說是非常遙遠 因為主要說我來了 生存了六法 因為主要說來了 成全了律法 所以過去這些以色列百姓他們所秀的這些禮儀 過去以色列所守的禮儀 這些律法的規定 今天我們在生活中間都沒有在做 這些我們在生活當中並沒有做 所以擦爛擦很遠 所以離我們很遙遠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他也離我們很近 但他離我們也很近 因為我們都在看這本的聖經 我們一樣看這本聖經 對以色列百姓來說 對以色列百姓來說 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今天在看這本聖經的時候 我們今天看這本聖經 一方面在讀神的話語 方便讀神的話語 這個神的話語 這神的話語 就是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裡面 就是在以色列百姓的生活當中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在讀的聖經中間 我們在讀的聖經當中 都有這些背景的存在 有這些背景的存在 比如說我們先來看一段聖經 我們起來翻看一段聖經 我們來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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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十到二十四十 二十二節到二十四節 這是在說六主要說出生以後 這是提到主耶穌出生以後 後來他的爸爸媽媽 玉瑟和瑪利亞 帶著耶穌去獻祭 去到約六三年來獻祭 到了耶穌三人要去獻祭 我們在讀主要所有故事的時候 我們在讀主耶穌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他出生在一個聖經的家裡 他出生在一個做木工的家裡面 所以玉瑟是一個聖經的聖經 玉瑟是一個做木工的師父 我們也有這種的印象 我們都有這個印象 我們一般都會這樣說 我們都會這麼說 主要說他們都很散 他們主要說家裡非常窮 他不是好野人 他不是有錢人 因為他出生在一個做木工的家裡 他出生在一個做木工師父裡面 沒錯主要說他們家裡的確很窮 沒錯主要說他們家裡的確很窮 但理由不是他做工的師父 因為今天我們跟他做木工的師父 家裡很窮 我們都覺得做木工的師父家裡都很窮 這是我們的觀念 這是我們的觀念 但是對猶太人來說 但是對猶太人來說 他們的感受沒有貴賤 他們的工作不分評鑑 對猶太人來說 對猶太人來說 每一個人都要學習一個做 衛生的港國紀念 我們每個人都要做一個 衛生的工作 他都要學習一個技術 他們都要學習一個技術 他們都要學習一個技術 他不覺得這個工作比較貴重 他不覺得這份工作比較貴重 那個工作比較輕薦 另外一個工作比較輕薦 所以我們在聖經裡面可以看到 我們從聖經當中可以看到 所以所有門徒有的是在抓魚 主要說門徒有些是在捕魚的 保羅也在積帳 保羅也可以撕帳棚 所以這些工具對他們來說 這些工作對他們來說 都不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並不是對這裡可以看到 他們是好業才可以散 不能從這邊看出 他是貧窮還是有錢人 但是主要說他們真的很散 但主要說他們家的確是很窮 有什麼我們可以知道 為什麼我們可以知道 因為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憲責的時候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獻祭的時候 我們看二十四十 請看二十四節 再教到主要入法上所說的 學者用一對搬家 向這裡用兩隻分教竟在憲罪 直接跟我們說到 這邊讓我們說到 約瑟跟瑪利亞帶主要來憲罪的時候 約瑟和瑪利亞來到 帶著耶穌來獻祭的時候 這是摩西律法的規定 這是摩西律法的規定 但是為什麼我們知道他們家很窮 那我們為什麼知道他們家很窮 因為他們献的是搬家跟分教竟 他們的獻祭是斑鳥或是褚鳥 對他們現的座米中間 從他們獻的紀錄當中 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看到 他們家的經濟情形狀就是怎麼樣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他們的經濟狀況怎麼樣 這都記載在利未記裡面 這都記載在利未記裡面 所以一方面可能在我們很遙遠 一方面我們很遙遠 但是一方面其實我們在讀的聖經裡面 我們如果對利未記有些基本的了解 我們對利未記有基本的了解 其實你會發現到 你就會發現 你在討論聖經的時候更有趣 你讀聖經會更加有趣 因為裡面都有很多溫宗的意思在裡面 裡面都有很多隱藏的意思在 我們來看利未記的十二張 請翻開利未記十一張 利未記十二張 利未記十二張 利未記十一張 這就是在講到 這邊就說到 扶你人生孩子後 不能生子之後 要去憲政 要去憲計 對他的責命中間 從他憲的紀錄當中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家經濟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猜到他們家經濟狀況如何 我們看十二張的第八節 請看十二張的第八節 十二張的第八節 十二張的第八節 一百三十六億 九月一百三十六億 十二張第八節 十二張第八節 他的力量如果不夠現一隻嚴格 他就要出兩隻板鋸 一隻兩隻粉鋸子 一隻做小桌 一隻做熟桌 這次就要為熟桌 他就結證了 這隻他就在跟我們講到 這邊這記載跟我們說 他在憲政的時候 他們要獻記的時候 本人生孩子要憲政 不能生子要獻記 他如果沒有那個能力的時候 他能力不夠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獻一隻羊 他就不需要獻一隻羊 要獻什麼 要獻什麼 獻斑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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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除鋸 這就是能力做得到的 就是能力做得到的 你沒錢去買一隻羊 沒有錢去買一隻羊 不是因為他們家做木工 是從他們所現的證明裡面 是從他們獻的紀物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得知 這些記載 這邊的記載 其實都是在立未來記裡面 一切都在立未記當中 因為立未記就是在記載到 立未記就在記載 立未記就在記載 神將以色列百姓代理了埃及 在西南山這個地方 跟他們來入獄 和他們立約 讓他們成為神的百姓 在那邊頒布十件 這成為他們和神立獄的一個規定 這成為他們和神立約的規定 這是先讓他們在歡呼 但神吩咐他們的 不是只有那些原則性的 並不只是原則性的 因為這些百姓對埃及離開以後 這些百姓從埃及離開後 有新的人生 有新的人生 天上的希望他們有新的生命 天上真神也希望他們有新的生命 所以在摩世五經中間 所以在摩西五經當中 其實是有給他們真正的規範 神給他們很多的規定 從生活當中 一直有宗教的信用中間 在宗教信仰當中 其實都有非常清楚 相識的一個規定 都有非常清楚的規定 為了的是什麼 為了是什麼 為了是要讓他們過去來切離 為了是他們跟過去切割 因為他們在埃及活了四百年 他們在埃及活了四百年 其實不敵不確定感 不知不覺當中 受到埃及這麼多的影響 受到埃及很大的影響 我剛才在埃及活了 摩西上西南山之後 其實四十天沒下來 四十天沒有下來 八十天在樓下插 百姓就在下面插 阿倫就有他們做了一個神 我們都知道他做了一個金牛毒 為什麼要做牛 因為這就是埃及的神 雖然他們知道 我們要拜的是 帶我們出埃及的神 所以他們知道 要拜天上的真神 但是他們想到神 他們想到神 他們想到埃及怎麼拜神 他們想到埃及怎麼拜神 在埃及裡面的牛是神 在埃及當中牛就是神 所以他們就做一隻牛 他們就做了一隻牛 來代替他們出埃及的神 來代替他們出埃及的神 這就是埃及對他們的影響 這是埃及對他們的影響 可怕的是什麼 更可怕的是 在影響裡面 是在影響當中 我們都是沒有主角的 我們都沒有發覺 你被影響了 你被影響了 但是你沒有感覺 但不自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新的頒布後 真多的規定 神頒布了很多的規定 實際非常有的規定 甚至非常詳細的規定 要讓他們跟過去切開 為了讓他們跟過去做個分割 因為他們是獨居的名 因為他們是獨居的名 他是適合天上神的 是屬於天上真神 所以我們來看立位記的27章 請翻看立位記27章 34章 34節 立位記27章34節 在立位記這麼有的規定裡面 在立位記這麼詳細的規定裡面 其實這都不是摩西的意思 但這不是摩西的意思 這是神跟摩西歡呼的 神分敦摩西道 我們看27章34節 請翻看27章34節 這邊很清楚的跟我們說 這是神所歡呼的 神跟摩西說 摩西就去把以色列百姓交代 摩西就轉而跟以色列百姓交代 並且清楚的紀錄下來 成為他們生活的指南 讓他們看到怎麼 擴出一個神 被神應該有的形象 那他們怎麼生活出神的百姓 應有的形象 所以我們在讀立位記的時候 我們在讀立位記的時候 我們絕對他聽過一句話 我們絕對聽過一句話 立位記裡面這樣說 立位記這麼記載 神說我是聖結的神 神說我是聖結的神 你也要聖結 你們也要聖結 這就是神對他的百姓的基態 這是神對他的百姓的期待 要怎麼擴出聖結的一個形象 要怎麼活出聖結的形象 過聖結的生活 過聖結的生活 就在立位記裡面說得非常清楚 在立位記裡面非常的清楚 我們在看立位記的時候 我們在看立位記的時候 我們可以簡單的分成兩個大的部分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比較大的部分 第一 就是第一張到十六張的地方 段落是第一張到十六節的部分 就是要怎麼來到神清淨 我們要怎麼跟神清淨 這就是記載在第一張到十六張的地方 這記載在第一張到十六張的地方 對於十七張到二十六張的地方 從十七張到二十七張這邊 就是要怎麼跟神保持三九的方式 怎麼和神保持相交的關係 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你要怎麼跟神來團聚 要怎麼和神一起團聚 所以我們在十七張以後可以看到 我們從十七張以後可以看到 在第一張到十六張的地方 從第一張到十六張 要跟神來清淨 要怎麼和神清淨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第一張到第二十張 第一張到十張 這都在說到憲罪的事情 這邊都說到憲罪的事情 你要怎麼憲罪 要怎麼憲罪 你要憲什麼樣的罪 要憲什麼記 這是第一張到第二張的記載 第一張到第十張的記載 所以要注意什麼事情 要怎麼來勝接他的結婚 要怎麼承接他的職份 這都是記載在第八張到第二十張 都記載在第八張到第十張 所以從第一張到第十張 從第一張到第十張 就是在說到要怎麼憲罪 提到了怎麼憲罪 因為對以色列百姓來說 憲罪就是跟神清淨的方式 憲罪就是跟神清淨的方式 我們在過去 沒有這些律法進行 過去在每這些律法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在憲罪 對啊 他們也在憲罪 我們看到阿伯拉罕的憲罪 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的憲罪 我們看到很多先祖的憲罪 我們看到很多先祖的憲罪 但是他們憲罪 差不多只有一種方式 他們憲罪只有一種方式 就是後來 新租頒佛裡面的這個修罪 就是他們神頒佛的繁記 修罪就是把這家最新的皮拔掉 就是將這些祭物的皮扒掉 然後整個都收掉 整支都拿去燒掉 這就是繁記 這就是繁記 所以我們台語也說這是繁記 台語也是稱為 改繁記 修罪意思 就是把它稱為燒掉的意思 但是我們在日記裡面可以看到 讓我們從立位記可以看到 後來新的歡呼 省的吩咐 就有所為五祭 就分為五祭 有五種不同的憲罪方式 有五種不同的憲罪方式 甚至在憲罪裡面 甚至在憲罪當中 都不一樣的情形 都有不一樣的情況 不一樣的證明 不一樣的記物 這在日記裡面都說得非常清楚 在立位記當中記載得非常清楚 這是我們在讀的時候可以去思想的 這我們在讀的時候可以思想的 人家從11至16章的地方 從11章到16章這邊 他在說一個禮儀的結證條例 他們提到了禮儀捷徑的條例 我們剛剛有說到 我們剛剛有提到 禮儀就是在說一個情形 立位記都講一個精神 審是聖結的 所以你也要是聖結的 你們也要聖結 今天要獻給神的證明是聖結的 我們今天要獻給神的紀物是聖結 獻者的聖結也要是聖結的 獻祭的祭司也要聖結 包括所有的醫生的佩繩 包含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也要是聖結的 也是要聖結的 要怎麼知道你是聖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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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11章到16章的中間 從11章到16章當中 所以我們都有這種的印象 我們都有這個印象 我們都有這個印象 我們吃的東西 他們吃的東西 也分結淨到不結淨的 有分成結淨和不結淨的 有煩草的問題 有吃草的問題 反廚的問題 有分體 分體的問題 這就是結淨的東西 這是結淨的問題 所以牛肉是結淨的 牛羊是乾淨的 但是像我們吃的豬肉 這就是不結淨的 但我們吃的豬肉就是不結淨的 所以他們在吃東西 所以他們在吃東西 是分了非常清澈 是非常非常清楚 這個牛肉是這樣 這些是這樣子 水裡面的水種也是一樣 水中的椅子一樣 要有色有藍的才可以吃 有刺有鈴的才可以吃 所以我們要吃的 沒有蝦 蝦都沒有在吃了 蝦子他們都不吃 因為蝦都沒有藍 因為他們沒有刺也沒有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在吃的東西上面 他們在吃的方面 有結淨沒有結淨的問題 有分結淨和不結淨 我們在新約聖經裡面 但我們在新約聖經裡面 我們也看到主要說 醫治病人的時候 我們看到主要說 醫治病人的時候 有一個病叫做太高病 有個病叫做大麻風 這就是跟結淨沒有結淨有關係 這跟結淨和不結淨有關係 這都是跟蜜蜜有關係 這都是跟蜜蜜有關係 這都跟蜜蜜有關係 這都跟蜜蜜有關係 從十三章到十四章 他就跟我們說 他就跟我們說 人是怎樣的時候 叫做生的大胎高 什麼狀況下 他們才是生長的大麻風 要怎麼來判斷 怎麼去判斷 要怎麼看出已經結淨 怎麼判斷他結淨 當他結淨要怎麼來處理 結淨之後要怎麼處理 不是跟人生的太高病 不是只有人才會生大麻風 房子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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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也會生這個病 我們來看十四章的地方 請分開十四章的地方 我們看日未記十四章 請分開立位記十四章 三十三章 三十三節 你在這裡才可以看到 從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和和本的聖經 我們和和本的聖經 他頂著一個標題 他上面有個標題 就是說 家裡的住宅染上了大麻風的時候 你要讓他吃做結淨 要怎麼讓他成為捷徑 我們覺得人會發病 我們都覺得人會生病 家裡會發病 但房子也會生病嗎 你如果上次去託 但你仔細去閱讀 你會發現到 你就會發現 他說的應該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壁癌 他們今天提到 應該是我們現在發生的壁癌 應該是類似的一個症犯 應該是一個類似的情況 所以像有泰國賓 所以房子也會有大麻風 這就是他們在生活裡面 這是他們在生活當中 所有的 信給他們生活的規矩 神給他們所得生活的規定 因為你要去憲罪 因為你要去憲罪 你也要保持一個情 你自己也要保持乾淨 不是只有憲罪的傑司 不只是祭司 這個結晉在哪裡 不是只有你去到 身的面前 不是你到神面前 只有在一起的時候 不是在祭祉的時候 只有在憲罪的時候 或是在獻祭的時候 才需要保持聖結 才需要保持聖結 神對他們的要求 神對他們的要求 是在生活每一刻 是在生活每一刻 用我們今天的說法來說 用我們現在說法來說 不是你來祭祝的時候 不是你來聚會的時候 才有一個健康的心 才會有一個敬錢的心 才需要有一個健康的行為 才需要一個敬錢的行為 在你生活裡面 在你生活當中 你去學的時候 你去讀書 你在做工作的時候 在工作的時候 你跟外邦人在接接的時候 在和外邦人相交的時候 你都要表現出 你是一個聖結的人 都要表現出 你是個聖結的人 讓人可以看出 你是一個基督徒 讓人看出你是個基督徒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對他們來說 這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年後從17章開始 一直到27章的地方 一直到27章的時候 就是現在你跟神親近了 就是你現在跟神親近了 要不要一直保持這種親近的方式 要怎麼一直保持這種關係 不是只有在憲罪的時候 不只是在獻祭的時候 是在生活的每一個時期 是在生活的美食每刻 所以從17章到27章 17章到27章 一般在研究聖結的人 一般在研究聖結的人 他讓他另外一個名稱 他們會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聖結法典 聖結的寶典 聖結的一個法典 聖結的一個法典 聖結的罰則 因為這就是全部在說到 什麼叫做聖結的事情 他們提到什麼叫做聖結的事情 所以我們如果去看的時候 我們去閱讀的時候 從17章開始 從17章開始 他在說到火的事情 說到血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我們今天不吃火 我們今天不吃血 其實在17章裡面 就跟我們說得非常清楚 為什麼我們不吃火 為什麼我們不吃血 因為火就是生命 因為血就是生命 火是要拿來贖罪 血是要來贖罪的 所以這跟結症是有關係 這和捷徑是有關係的 在這個過程中間 在這個過程當中 18章的地方 他在說到性的問題 他們說到性的問題 男女的關係 因為這跟性的非常有關係 這和聖結非常有關係 所以在18章裡面 他就說到聽著不一樣的情形 他說到很多不一樣的狀況 包括亂倫的情形 包含亂倫的狀況 包含同性的問題 包含同性的問題 其實早就在摩西五金裡面 都說得非常清楚 都說到非常的清楚 像我們在哥林多前書裡面 所看到的一樣 我們在哥林多前書看到的一樣 我就跟當時的兄弟姐妹這樣說 保羅漢當時的弟兄姊妹這麼說 我們要保持性格 因為每一項的罪 因為每一項的罪 都在身體之外 都是在身體之外 只有淫亂這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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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我們的身體是有關係 和我們身體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聖經裡面的教導 都是連結做會 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我們從來就說到一些在生活裡面的事情 他們接下來說到生活當中的問題 我們來看19章到20章的所在 請翻開19章到20章 這是在說一般生活裡面 這是提到一般的生活當中 其實這很多都我們請請在應用的性格 這是常常我們在應用的經節 例如說我們看19章的32節 請看19章的32節 這是我們經老會一定會應用的一段性格 這是進老會一定會應用的一段經節 我們看19章的32節 請看19章的32節 這是我們經老會常常用的聖經 這是我們經老會常常用的聖經 但是它放在聖經的法則裡面 為什麼它放在聖結的法則裡面 為什麼放在聖結的法則裡面 因為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你如果有做到這個部分 你有做到這個地方 你就是分要造成的 你就是分別為聖 你就是結淨的 你就是結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所為的結淨這個概念 他們有這個結淨的觀念 比我們所想像的更廣更親 比我們想像的更深更廣 不是只有宗教的禮儀上頭 因為不是只有宗教的禮儀當頭 不是只有自己的身份上頭 不是只有自己的身份上頭 不是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是在他們生活每一個人 是他生活的每個層面 包括尊敬老人 包含尊敬老人 這都是所有的結淨的一部分 這是所結淨的一部分 在這段聖經裡面 在這個經節裡面 他也在說到 他也提到 說你要照顧那些孤兒寡婦 他們要照顧一些孤兒寡婦 那些寄居的人 那些寄居的人 因為你以前也要在埃及寄居 因為你之前也在埃及寄居過 要有愛心的付出 要有愛心的付出 這也是屬於聖結的一部分 這也屬於聖結的一部分 這是跟我們的想想不太一樣 那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當然屬於從21到22的地方 接下來21到22的地方 他就說到祭司一些特別的規定 還有提到祭司的規定 有所說到祭司的部分 還有提到祭司的部分 會幕的部分 還有一些很特殊的議題 還有特殊的禮儀 比如說安兇年 特別提到了安兮年 兮年的部分 這都是在他們生活的每一個年 這是他們生活的每個層面 有人跟人的關係 有人與人的關係 有他們拜神的關係 有他們拜神的關係 有他們個人跟神的關係 有個人跟神的關係 也有全體跟神的關係 有全體跟神的關係 所以對他們來說 所以對他們來說 保持聖結這件事情 是在每一個站面都是有關係 是在每個層面都有關係的 在會堂裡面 在廚裡面 在家裡 在一個人的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 跟別人自宅的時候 和別人交際的時候 都關乎你是一個基督徒的身份 都關乎你是一個基督徒的身份 對神來說就是這樣 對神來說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樣 因為這些以色列百姓是一樣 不過他是一個人的時候 不論他一個人 不管他是一個人 不論是夫妻 不論是夫妻 在家庭裡面 在家庭 跟人在生在家裡的時候 和人相處在一起 在這裡在拜神的時候 後世紀拜神 一年365天 都跟信用是有關係 都跟信仰有關係 都跟結境是有關係 都跟結境有關係 都跟結境有關係 這是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的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們讀日未記的時候 我們在讀立位記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再一次來思想 我們可以再一次思想 這是很差別的一件事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在讀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 企劃一下一個新的方式 我們可以嘗試一個新的方式 以前我們在讀立位記 以前我們在讀立位記 我們的中部 讓我們這麼多美好聖靈的教訓 長輩都給我們一些 美好屬靈的教訓 比如說到五座到七座期的時候 說到五座和七座期的時候 都跟聖靈的教訓有關係 都和屬靈的教訓有關係 這其實是很美好的一個勉勵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勉勵 包括國安今天 包含到今日 比如說後禮拜是我們的聯文報的會 下禮拜就是我們聯文報的會 下禮拜就是我們聯文報的會 我們也請在聯文報的會進行 我們常在聯文報的會進行 我們常在聯文報的會的時候 拿這期的動力 提出既期的道理 節期的道理 來逼出提倩跟勉勵 來彼此分享和勉勵 這其實是非常好的部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部分 但是除了這幾萬 但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我們可以對經文裡面來流 我們可以從經文的內容 去好好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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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對以色列百姓來說 這不是只有一個屬靈的教訓 這不是只是一個屬靈的教訓 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是他們生活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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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拜神的規矩 是他們拜神的規矩 我們來看立立基的財政 請翻看立基的十一張 四十四節 四十四節 立基的十一張四十四節 立基十一張四十四節 一百三十五節 就約一百三十五頁 一百三十五頁 一百三十五頁 四十四十 四十四節 我是耶穌法人的行 所以你怎麼這麼做聖結 因為我是聖結的 你也要在地上的卑密 你不可以在地上的卑密 誤會自己 我是對 把你們對愛基地娘出來 耶穌法要做你的行 所以你怎麼會聖結 因為我是聖結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這就是地味基的中心 這是立位基的中心 神是聖結的 神是聖結的 所以我們也要聖結的 所以我們也要聖結 這些聖結 這邊的聖結 不是只有聖靈的教訓 不只是屬靈的教訓 對以色列百姓來說 對以色列百姓來說 就是對他們的日常生活 在他們日常生活 到憲罩裡面 到憲祭 到去拜神的時候 再去敬拜神 都可以表現出來 這些記載 其實不是只有在立位基裡面 其實不只在立位基當中 其實在聖經這麼多的記書裡面 在聖經很多地方 都有相關的記載 都有相關的記載 我們來看一段聖經 我們翻開一節的經節 我們來看 三文理記上的二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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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張 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 三文理記上的二十張 三文理記上的二十張二十六節 三文理記上的二十張二十六節 這個時候的大衛 這時候的大衛 已經對於捨羅的勝負兵 已經跟隨在扫羅的旁邊 也被扫羅的旁邊 也被扫羅重用 但是這時候的捨羅 但這時候的扫羅 已經有了一個盡度的心 已經有一個季度的心 所以想盡辦法要來 想要來台大衛 想盡辦法要殺掉大衛 大衛也知道 大衛他也知道 所以在這裡特別記載到 所以這邊有特別記載 有一次他們要回來吃飯的時候 有一次他們要一起吃飯的時候 大衛就沒有來參加這場的宴席 大衛並沒有出席 我們看二十六節 請看二十六節 我們對二十五節看去 請看二十五節 王教雄坐在客群的位置頂頭 用拉丹屬立 暗年年坐在扫羅的旁邊 大衛座位是康熟的 連日這個扫羅並沒有說什麼 他想說大衛遭到的事情 五連黏著不結 他必定是沒有結症 這場的演習 在這場宴席 這個時候 大衛是康熟成功兵家庭的市衛長 大衛是扫羅很重要的市衛長 這是一場 一方面是吃飯的時候 一方面是在吃飯的時候 一方面可以說 這是像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一樣 另一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我們可以看到大衛是有他的位置 大衛是有他的位置 你想想看 我們想像 譬如說我們今天在開集務會 我們今天在開職務會 該來的這個職務人員中有一個沒來 該來的職務人員有一個沒有到 我們一定會問 我們一定會問 今天那個職務怎麼沒來 今天某個職事怎麼沒有來 我們會去了解什麼樣的原因 我們會去了解 但是憲哥跟我們說 但聖經跟我們說 薩羅看到大衛沒來 薩羅看到大衛沒有來 雖然這個時候薩羅很想要台大衛 雖然薩羅很想要殺大衛 但是憲哥跟我們說 但聖經這麼說 薩羅覺得這很正常 薩羅覺得這個很正常 他今天沒有來 真的有什麼會 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想 為什麼他會這麼想 我們如果有一個人沒來開會 我們有一個人沒來開會 我們一定會去問 我們一定會去了解 一定去了解 會去明白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薩羅覺得很正常 但薩羅卻覺得很正常 其實是有理由的 他說他可能遇到事情 薩羅卻不接近 他可能遇到事情不接近 不接近就不來參加 不接近就不參加 所以這很正常 他覺得很正常 這對我們來說覺得很搖晃 這對我們來說很遙遠 但是對他們來說 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對他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 為什麼 因為在他們的觀念 在他們觀念 薩羅卻是會傳染 不接近是會傳染 我們如果看在日期的時候 我們看立位劑的時候 當一個人不接近 那一個人不接近 比如說 血涼的婦人人 或是流血的婦人 這就是我們聖經裡面所看到的 這是我們聖經所看到的 為什麼血涼的婦人人 為什麼流血的婦人 他其實非常可憐 因為他非常的可憐 如果這是一種病 不只他的病 這種病會讓他身體非常悲 這個病讓他身體非常虛弱 這也是在宗教上面的不接近 當一個人在那裡 當他得到了一個漏血的病的時候 他坐的那個位置 他坐的位置 他摸到的東西 他摸到的東西 你如果去摸到 你如果坐在那個位置 坐到那個位置 這樣你就不接近了 你也不接近 你會去用傳染 你被傳染了 所以當一個人不接近的時候 所以當一個人不接近的時候 要跟人來分開的 要他人分開 不可以跟人人作為 不可以看大家一起 我們可以想像 像現在的疫情一樣 就像現在的疫情一樣 如果一個人黏病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得到病的時候 他就會去用隔離 他就被隔離 在那個時代 在那個時代 一個人不接近的時候 一個人不接近 他就自動隔離 他就自動隔離 不能進入到人群當中 不能進入到人群當中 他也會被人排斥 也會被排斥 所以為什麼 那些老的婦人人這麼可能 為什麼血肉的婦人 非常可能 不只是陸體很可能 不只是陸體而已 他其實就是一個被人排斥的人 他是一個被人排斥的人 沒有被人排斥他 不只別人排斥他 他自己也非常擔心 他自己也很擔心 他自己也很擔心 大衛在這裡就有事情 大衛這邊遇到的事情 收到這樣想 扫羅這麼想 他不接近 他不接近 臺灣有什麼不接近 大衛有什麼不接近 其實我們如果這樣看 我們可以這樣看下來 你會覺得說他就不接近 他就不接近 但是你如果去看立位記的時候 帶你去看立位記的時候 其實你就有這麼多想像 就會很多的想像 你可以知道他每次剛才有什麼樣的台字 就可以覺得 想像他遇到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們來看立位記 請翻開立位記 11章的地方 11章的部分 他在跟我們說 他跟我們說 有什麼東西是結淨的 什麼東西是不結淨的 什麼東西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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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不能吃 但是在這個說的過程中間 但在說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東西就是一定是不結淨的 有一個東西是一定不結淨的 就是死去的東西 就是死去的東西 我怎麼可以看24節 請看24節 這些都可以讓你們不結淨 既然摸到死的 必定是不結淨的 豬是不結淨的 豬是不結淨的 你如果吃不結淨的東西 如果你吃了不結淨的東西 你當然是不結淨的 你就是不結淨 因為我是結淨的 養是結淨的 所以油肉你可以吃 養肉可以吃 但是這隻油肉如果站起來了 如果這隻羊過世了 你去摸到 你去摸了 這樣你就不結淨了 你也不結淨 所以這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繞樓的桌子裡面 所以在扫樓的當中 他看到大衛沒有來 他看到大衛沒有來 他第一個想法 他第一個想法 他不結淨了 他不結淨了 可能知道他摸到一個死的死體 不小心摸到了一個不乾淨的東西 死的死體 死的屍體 不管你是牛牛 不管你是牛牙 這隻是人都一樣 或是人都一樣 死去的東西沒有結淨 死的東西不結淨 這樣就要 這就跟我們說到 要到晚上 要到晚上 要有一段時間 要洗身體 要洗身體 這樣就結淨了 這樣就會結淨了 所以說就覺得很正常 他可能人去摸到死的死體 他們覺得他昨天摸到了死的死體 所以不小心 所以今天不能來這裡吃飯 所以他今天不能來 所以今天不能來 這是第一種情形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 我們來看日記的十五週 請翻看另外紀十五章 這裡有一個所有的老症 這裡有提到所有的肉症 在這個中間 在這邊當中 如果有肉症的時候也是不結淨 有患肉症的就是不結淨 那老的婦人就是老症 血肉的婦人就是不結淨 乳林的外屬就是一種的老症 女人的月事也是一種 就是從身體裡面流出來 從身體裡面流出來 這都是不結淨的 這都是不結淨 我們看十五週的十八節 請翻看十五週的十八節 十五週十八節 十五週十八節 如果男女高峽 兩個人比無結淨到暗時 便請用水洗淨口 不是跟男女人有無結淨的時候 不只是女人會有不結淨的時候 男人也有 男人也會有 尤其你看這段情形 你看這段情形 它是在前面的部分 都是在說男人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都在說男人的部分 在十八節才特別說到 十八節這邊提到 你是老母 夫妻 發生夫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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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孤育裡面 在就約裡面 宗教上面 宗教裡面 這也是不結淨 這是一種不結淨 所以今天台湾為什麼 沒有來參加這段的一半 為什麼大衛今天沒有出席這場 宴行 有可能他曾跟他太太發生關係 有可能跟他太太發生夫妻關係 所以他就不結淨了 所以他就不結淨了 他就不來參加這段的宴行 他就不來不出席這場宴行 這就是遮留的循環 這是扫羅的想法 所以他覺得很正常 他覺得這個很正常 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你如果對立味劑有一點了解 我們對立味劑有了解 你在讀其他的經文 我們在讀其他的經文 你會覺得很趣 會覺得很有趣 因為很有畫面 會有畫面性 你也會知道 大家有什麼樣的原因 會了解大概會有什麼原因 這是他們生活的一個部分 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在立味劑裡面 當然在立味劑當中 他常常在說到熟罪熟罪這件事 常提到贖罪這件事情 包括女人生孩子也要要贖罪 包含女人生孩子也要贖罪 這也有說到 這邊有提到 我先父母的關係 發生夫妻的關係 也沒有結淨 也不潔淨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 這跟有時候 這是因為我們環境的關係 這是我們法律的關係 翻譯的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說 父母怎麼有罪 生孩子怎麼會有罪 生小孩怎麼會有罪 生小孩怎麼會有罪 生小孩不是一個很開心的事嗎 生小孩不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嗎 為什麼要獻罪罪 為什麼要獻罪罪 我們剛才如果注意看 我們剛才如果注意看 馬利亞他們去獻罪的時候 馬利亞他們去獻罪的時候 獻罪罪到罪罪罪 他們卻反禁 跟罪罪罪 因為在十二軍的所在 因為在十二章的地方 他就是在說到 夫妮人生孩子要獻罪罪喔 我們就提到 婦人生孩子要獻罪 一方面要獻罪罪 一方面要獻罪罪罪 一方面要獻罪罪 其實我們應該去理解 我們要去做個理解 不是婦人生孩子要獻罪 不是婦人生孩子有罪 也不是男女發生關係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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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所謂的殊罪的意思 這邊所謂贖罪的意思 其實是結證的意思 是一種捷徑的意思 是一種捷徑的意思 因為先給他們很清楚的規範 因為神給他們很清楚的規範 什麼叫做結證的 什麼是捷徑 什麼叫做不結證的 什麼是不結證的 什麼是不結證 這個不結證 什麼不結證 有時候你要讓他變成結證 要讓他變成結證 例如說去洗衣服 這是一種的方法 去洗澡是一個方法 但是另外一種的 那另外一種 請請是要憲罪 就是要常常獻祭 憲的就是殊罪罪 憲的就是贖罪罪 其實原來的意思就是 讓他結證 原來的意思是讓他結證 有什麼婦人生孩子不結證 為什麼婦人生孩子不結證 為什麼婦人生孩子不結證 因為就青春十五小時裡面記載的一樣 就像十五章記載的一樣 有的書是一種的不結證 他會從身體排出很多東西 這在信用裡面 在宗教上面 在宗教裡面 其實就是一種的不結證 也是代表一種不結證 這跟罪沒有關係 這和罪沒有關係 這是不結證 這只是不結證 所以既然不結證 所以既然不結證 要怎麼處理 就憲罪了 就憲罪了 憲罪了 還可以取證 還有憲罪罪 而且還要憲罪罪 或是憲個 捷徑罪 捷徑罪 這樣就可以在這裡 捷徑了 這樣就可以得到捷徑了 所以這是我們在讀的時候 這是我們在讀的時候 可以去理解 可以去理解 我們要去理解這些事情 你會發展到心 讓他們想到非常糾纏 省務他們設想的非常的周全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所以這是對他們有非常重要的一個關係 這讓他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 跟他們的生活每一個部分都是結年作為 生活的每個部分都是做個連結 對我們來說 你若不讀立威紀 如果你不讀立威紀 你在讀西伯來書的時候 你就不能去理解西伯來書在說什麼 在聖經裡面 說到耶穌基督救贖的時候 有兩個不同的講法 有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保羅的講法 這就是我們最熟悉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最熟悉的部分 主耶穌為我們定死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流血犧牲了死命 為我們流血犧牲了死命 誰要流我們的罪 這其實也都跟立威紀有關 這些都和立威紀有關 有什麼要流血 因為血可以結淨 因為血可以結淨 這就是立威紀的觀念 這是立威紀的觀念 血就是生命 血是生命 血是要拿來結淨的 血是要來結淨的 要來贖罪 他是要拿來吃的 不是拿來吃的 其實都有他的意思的一個存在 對喔 他的意思存在 他在希伯萊書裡面 希伯萊書裡面 希伯萊書的作者 他用另外一個不一樣的講法 他用另外一種不同的說法 在說到主要所的一個救贖 說到主耶穌的救贖 其實對以太人來說 對以太人來說 更直接 更可以提回 更可以體會 因為他這樣說 因為他這麼說 在立威紀十六章的地方 在立威紀十六章的地方 有所有的贖罪日 有很多的贖罪日 有所謂的贖罪日 贖罪日 只有一次啊 只有一次的贖罪日 七月七十十是贖罪日 七月初始是贖罪日 在立威紀十六章的地方 在立威紀十六章的地方 大祭司一年一次 大祭司一年一次 要進入到祭聖獸裡面 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來 憲罪贖罪 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來做贖罪 要憲一隻贖罪 憲一隻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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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一隻羊羹 這是贖罪日 大祭司要做的事情 這是贖罪日大祭司要做的事情 是贖罪日大祭司 在立威紀十六章這樣說 師父還說作者這麼說 主耶穌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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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就是那個大祭司 主耶穌是那個大祭司 主耶穌也是被現上的羊羹 主耶穌也是被獻上的羊羹 他犧牲了 他犧牲了 他為我們來贖罪 他為我們來贖罪 這是不一樣的一個公法 那是不一樣的說法 一樣在說到耶穌的救贖 一樣說出耶穌的救贖 這是貝伯來穌的一個改罪方式 這是希伯來穌解釋的方式 我們如果對立威紀都不瞭解 如果我們對立威紀都不瞭解 你哪有可能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如果對立威紀有一點瞭解 如果你對立威紀有瞭解 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當世襲約翰看到耶穌的時候 當世襲約翰看到耶穌的時候 約翰福音怎麼這樣說到 約翰福音這麼說 世襲約翰這麼說 世襲約翰這麼說 看神的羔羊 看神的羔羊 要殺人人的罪 要赦免人的罪 要赦免人的罪 要贖罪 要贖罪我們的罪 為什麼這麼說 要每次看到這些經文的時候 我們這邊看到經文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想到 我們就會想到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面所說的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這麼說 說亞蘇是越多多的羊羔 越蘇是宇月節的羊羔 沒錯 主要蘇是越多的羊羔 沒錯 主要蘇是宇月節的羊羔 但是主要蘇是宇月節的羊羔 但是主要蘇是宇月節的羊羔 是宇月節的羊羔 但主要蘇更是贖罪日的那隻羊羔 因為他是為我們贖罪 因為他是為了我們贖罪的 雖然聖經沒有用一個名詞 給他講出來 但雖然聖經沒有用一個名詞 說出來 但是我們如果看日未記 那我們再看日未記 看日未來書 或是再看西伯蘭書 其實警察在講到最多所做的事情 更可以明白主要蘇所做的事情 因為他就是為我們來犧牲的 他就是為了我們來犧牲的 因為他的犧牲 來渡完之後我們的罪 來解禁我們的罪 這就是屬於你的一個意義 這是屬於罪日的一個意義 也是主要蘇所做的事情 也是主要蘇所做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在讀日未記的時候 這是我們在讀日未記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我們在讀日未記的時候 當我們在讀日未記的時候 在我們看來日未記的第八十九的所在 請翻開日未記的第十章 這裡有一件事是每天我們來警察 這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們做警醒的 我們和神親近 我們和神親近 我們和神保持三糕 我們和神保持香蕉 這其實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這是很美好的事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 但我們不能忘記 神永遠是天上的神 神依然是天上的真神 我們要對祂有一份應該有的尊重 我們要對祂有一份應該有的尊重 祂永遠是一個威嚴的神 祂依然是個威嚴的神 在第十九的所在 第十章這邊 記載了一個悲慘的故事 記載了一個悲慘的故事 就是當摩西 在繁複才的醫生在佩世 當時摩西在吩咐這些醫生的百姓 要怎麼獻祭的時候 也在跟阿倫說 也在和阿倫說 這是要怎麼來準備 祭司要怎麼來準備 來承接這個祭婚的時候 也真的在承接過程中間 在這個過程當中 第十章裡面記載到 第十章這邊記載 這邊有兩個人 這邊有兩個人 就是拿達和亞比戶 拿達和亞比戶 這是亞倫的大兒子跟二兒子 這是亞倫的大兒子跟二兒子 我們從出來記載裡面 我們從出來記載當中 當摩西要上西乃山的時候 其實有帶這兩個人去的 也是有帶這兩位去的 一方面對他們來說 一方面對他們來說 他們被看中 被栽培 被栽培 因為後來就是要來承接這個祭司的這份 以後就是來承接這個祭司的一份 但是這兩個人後來都死在這個中間 那後來這兩位就死在這當中 有什麼死啊 為什麼死了 他們怎麼死的 怎麼死的 被神來擊殺的 被神擊殺的 在這個承接 勝這個過程中間 在這個承接聖職的過程當中 聖經這樣說到 聖經這麼記載 說他們憲還會 他們獻上的煩火 在憲罪的過程中間 在憲罪的過程當中 所有的火 所有的火 都要從祭壇上來引來 就是要從祭壇當中引過來 但是這兩個人 但是這兩個人 他們是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們沒看到 他們不看中 他們就親親猜猜 他們就隨隨便便 用自己的方式 要來做這些事情 還有神就直接出手中去擊殺 神就親自出手 加他擊殺 甚至摩西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甚至摩西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又跟阿倫說 跟亞倫說 跟這個做老婆說 跟這個做父親說 要馬上處理 要馬上處理 甚至叫他不能哭 阿倫都不敢說話 亞倫都不說話 所以對這段技術在這裡的記載 這段故事的記載 其實在幫我們提醒 是提醒我們 我們今天聽到神的好生女兒 我們這是身為神的兒子女兒 也讓我們一個方式 來親近他 來親近他 我們今天所親近的神 除了是一位主愛的神之外 除了是一個慈愛的神 也是一個威嚴的神 也是一個威嚴的神 我們今天在敗神 我們今天在敬拜神 是要照著神的方式 要照著神的方法 不是我們自己想的方式 我們的態度 其實我們都要非常清澈 我們要很清楚 所以這是在立位記裡面 是在立位記當中 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 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 也要真正我們的感慨 也成為我們的境界 希望我們才可以的一個分享 希望我們記得早上的分享 讓我們在讀立位記的時候 我們在讀立位記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經文裡面 可以從經文當中 更加去理解 更加的理解 讓神對他們的一個要求和期待 神對他們的要求和期待 也能接著我們對立位記的了解 也藉著我們對他們 對立位記的了解 讓我們在立位記的了解 讓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讓我們在讀經的時候 讓他看出神在這個中間 要顯明的意思 可以看出神要在當中顯明的意思 也可以討論 如果有趣味 也可以了解這個趣味 讓我們這會來唱詩